当年,风头正盛的陈冠希因电脑中的私密照片泄露退出了娱乐圈 其实,2001年的台湾也爆发过一起类似事件 当时轰动了台湾全岛 视频泄露事件的女主角名叫曲美凤 于1966年出生在台湾一户书香门第 曲美凤自幼漂亮可爱,头脑聪盈,成绩一直都很优异 被父母给予厚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逐渐出落成了一位容貌秀美 同时又才华横溢的超级女学霸 曲美凤曾就读于中国台湾政治大学 还曾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留学深造 毕业之后,她选择踏足媒体行业 为中国晨报和自立晚报,撰写新闻 之后,凭借敏捷的头脑和犀利的言辞 曲美凤很快在业内闯出名气 赢得了辣椒凤的称号 长相甜美可人,财思敏捷锐利 言辞又一针见血,身怀种种优异品质的曲美凤 很快便从众多同行中脱颖而出 并成功被电视台相中 于1990年起担任台式新闻主播 凭借出众的外表和气质 年仅24岁的曲美凤很快就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而接连不断的访谈栏目 也成为了她展现自己满富才华的绝佳舞台 字字诸己的访谈栏目 将她的主播事业推向高峰 短短4年后,曲美凤就登上了台式新闻部总监的宝座 在普通人眼里,年轻的曲美凤已经登上了事业巅峰 然而在她本人看来 被自己经营的热火朝天的媒体事业 只能算是她继续向上攀登的垫脚石 1994年,野心勃勃的曲美凤接到某党派的邀请 于是她顺水推舟 报名参加了市政议员的选拔 凭借着犀利的口才和从事媒体行业期间积攒下来的超高人气 当时,年仅28岁的曲美凤以压岛性的优势票数成功当选 自此成为横跨媒体和政治两界的岛内新星 也成为了当时岛内最未年轻漂亮的女星议员 当选议员后,她仍然兼职着大名报的发行人 同时还是前华卫视台的新闻部总监和主播 在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的过程中 曲美凤大展拳脚,做出了两件轰动拳台的大事 然而在事业上顺风顺水的她,在私生活方面却频频为人诟病 据传,曲美凤曾与蔡仁间恋爱三年 相差14岁的两人还被调侃成爷孙恋 但最终碍然分手了,甚至在曲美凤陷入舆论风波时 蔡仁间还主动与其做出切割 后来坊间又有传言称,曲美凤插足他人婚姻,并脚踏多条川 同时和数位政商界名流暧昧不清 尽管曲美凤竭力否认此事 但铺垫盖地的桃色新闻,还是令她在政坛的名声一落千丈 甚至因此输掉了一场党内选举 但正所谓,夫无双至或不担心 随之而来的超级爆料,彻底断送了曲美凤的未来 曲美凤当年怎么也想不到姐妹情深的闺蜜 会把自己打入万丈深渊 让她一夜之间名声全会 还要接受鲁豫高高在上的审判 2001年12月17号,新周刊杂志 独家报道了曲美凤,与有夫之妇,曾仲明的地下恋情 详实具体的长篇报道 与以往那些流言蜚语截然不同 因此很多人都信以为真 随后,独家报道杂志又放出了更生猛的证据 随书附赠了一张内容长达47分钟的光盘 光盘视频中的主人公正是曲美凤与曾仲明 短短三小时内当天发行的8万本杂志便已受清 流传到台湾岛的各个角落 因为影响太过恶劣 警方被迫出手干预 却只收回了近千张光盘 丑闻曝光后 那些和曲美凤纠缠不清的男人们 纷纷玩起了消失 只留他一人 面对民众的议论和辱骂 更令曲美凤感到心碎的是 把他整成这副模样的人 竟是陪他走出失恋低谷的好闺蜜郭玉玲 以及前男友蔡仁坚 在调查中警方得知 郭玉玲原本也是坐享锦衣玉石的富家千金 谁知长大后家到中落 他不但需要四处奔波 打工养活家人 还遭遇了两段失败的婚姻 好在还有曲美凤这位 对他比亲人还亲的好闺蜜 曲美凤不但邀请郭玉玲和自己同吃同住 还把四宅的钥匙给他保管 甚至连一些私人日记都让他随便查看 对其毫不设防 然而曲美凤万万没想到 自己推心致富的好闺蜜 竟然是一头万恩负义的中山郎 郭玉玲非但没有感激好闺蜜的付出和信任 反而对他的成功和美貌度火中烧 而曲美凤对郭玉玲的关怀 也都被后者视作假惺惺的施舍 阴度生恨 郭玉玲偷偷在曲美凤家里 安装了许多针孔摄像机 将他与其他男人的龟中密室拍成视频 以高价售卖给了独家报道杂志社 这一无耻行径 让曲美凤犹如坠入地狱 心中痛苦万分 在关于此事的发布会上 他先后六次鞠躬 向外界致歉 并含泪说道 事已至此 情何以堪 心中悲痛抑郁言表 痛苦万分的曲美凤 最终将所有涉案人员告上法庭 亲手将闺蜜送入了监狱 只是他那光鲜亮丽的前半生 已然变得治理破碎 采访一开始 陈鲁玉就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针对视频丑闻连续发问 当时曲美凤有意回避 但陈鲁玉却像猎狗般紧咬不放 将他的伤疤狠狠揭开 眼看曲美凤露出反感恼怒的神色 陈鲁玉依旧不依不饶 还冷冰冰地追问道 还会有人在爱你吗 我指的是异性 还会再有爱情吗 你甚至已经都不抱幻想了吧 对方接二连三的冷漠质问 让曲美凤寒怒出言回击 把陈鲁玉对得尴尬不已 一个需要顾及脸面的主持人 尚且对曲美凤如此羞辱刁难 更何况是广大吃瓜群众呢 由此也能看出 曲美凤当年被爆出丑闻后 究竟遭遇了何等折磨与苦难 曲美凤的丑闻被曝光后 他亲手将闺蜜送入了监狱 而后积极面对生活 前往英国 供取了牛津的博士学位 也就是在前往英国留学期间 他与一位小自己14岁的华裔男子 Simon相恋了 后者并不介意曲美凤的过往 很快便与他完婚 婚后 两人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咖啡馆 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后来曲美凤四处寻找机会 希望能在事业上东山再起 2007年 他以500万元的天价年薪 加入澳亚卫视 单纲新闻主播兼总经理 夫妻俩因聚少离多 感情也渐渐生疏 一年后 曲美凤被澳亚卫视抛弃 百万年新化为泡影 此时的他身上背负着台湾和英国两地 共四处房产的房贷 经济压力重如泰山 曲美凤也因此报酬 两家身陷 憔悴不堪 不久之后 他在重压之下 选择了与丈夫离婚 2011年 曲美凤又与台商与双轮 相恋成婚 并生下一个儿子 婚后与双轮 对曲美凤体贴入微 一旦听到有人拿当年不雅视频的事调侃他 于双轮都会在第一时间挺身护妻 反驳他人的闲言碎语 然而此时的曲美凤却拥有很重的失业心 忽视了与丈夫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所以没有花过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最终两人还是老艳纷飞 后来还是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 曲美凤才自曝了两人发生婚变的事 但感情方面的屡遭不顺 并没有影响曲美凤的心情 对于当年的丑事 如今的他早已看开 2021年 曲美凤在接受台媒采访时 主持人曾问到 如果真的被孩子看到当年那段视频 等他长大之后 您又该如何去面对 曲美凤显然已经从过去的不堪回忆中走了出来 他回答得十分洒脱 我觉得还好 我会告诉他 至少老妈年轻的时候身材不错 可见在曲美凤眼中 种种往事都已不再重要 真正值得他关注的 唯有不远处的未来 现年56岁的曲美凤 风雨犹存 他时不时会在网上 给观众们灌点心灵鸡汤 鼓励他们像自己一样 学会勇敢的向前看 曲美凤年轻时 虽然因丑闻身败名裂 但在人生的低谷中 他没有气馁 而是勇敢地面对困难 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